大家好 我是阿森 阿森今天又來開箱不是玩具的 今天阿森要來開箱蛋糕系列 之前阿森有開箱過檸檬蛋糕 但是這次開箱這一盒 看不太得出來它是什麼蛋糕咧 沒錯 就是 人恩的最愛草莓蛋糕 因為小兵最近剛好收到那個 親戚的禮盒 然後這盒蛋糕就像阿森手上這樣 一個手掌的大小 然後他叫做那個 換一下小超 雲果 雲果咧它就是耕耘的雲 然後日本果子的果 它總共呢它有分三種 一個是葡萄蛋糕 然後一個是 醋式山蛋糕 然後一個是 這個叫做 古都華草莓蛋糕 然後 然後 醋式草莓蛋糕的話 它採用的是 台灣的特選草莓 然後今天啊 這一盒的話是那個 古都華草莓蛋糕 它用的是 日本古都草莓 然後你看喔 阿森公司這樣搖搖搖搖搖搖 就聞到草莓的味道 很誇張吧 然後 還有一點 比較特別的是說啊 他們家的草莓 雖然是古都的草莓之外 他們的麵粉啊 也是 叫做什麼 日本鑽石麵粉 然後加上台灣的 情液 蛋液 下去做製作 所以說這是他們 比較特別的地方 然後奶油部分的話 也是北海道指引的奶油 然後 它目前啊 如果說要預購的話 就只有在他們的 官方網站下面可以預購 然後 時間啊 是不限時間 就是說 什麼時候拿到 他不知道 當然他會通知你 如果說啊 看阿森啊 開箱完之後 洗完的話 我會叫小編啊 在說明欄上面啊 放放連結 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 OK 那我們現在 立刻來開箱看看 它打開啊 就會有一個 非常精美的卡片 然後寫著啊 草莓蛋糕鐵 然後它總共啊 就是有四塊 然後 再 看一下特寫 這把他拿起來好了 飄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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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 飄飄飄飄飄的 拿起來 好 對 它就是總共有分成四小塊 然後它就是 如果說你喜歡 那個 葡萄的話 那你就選他們的五指葡萄 如果說你喜歡台灣草莓的話 那就是 富士鐵盒 然後這個就是古杜華鐵盒 所以它的草莓就是 日本的 古杜華草莓 然後打開之後的話 草莓的相意撲筆喔 它不是那種什麼 化學草莓那種感覺 它就是 草莓的香味 好可怕 然後 這個 目前的話 它的 這個系列 它這樣 有 一二三四四片 它是 920塊 所以等同 一片大概在 200多塊左右 然後 然後就讓 我們恩恩啊 跟阿森啊 來試試看說 它有沒有價值 這一口 欸 一口半 價值200多塊 OK 首先 第一個 試吃的 就是恩恩 你要不要試試看草莓 好 那我們 讓恩恩試試看 它喜不喜歡 你要哪一個 這個 好 我要幫你打開 往上一拉 它就出現了 然後 我 好 也來試試看看 然後 一塊留給 小片好了 好 恩恩可以吃了 好 恩恩的第一個吃法咧 一定呢 是把草莓先吃掉 一口都吃掉 對 然後 其實它的草莓啊 其實就是半顆而已 就往頭上面 因為 草莓整顆的底 會比較不甜一點點 但是它的草莓 它就是 都選上半顆 然後阿森來試試看 味道如何 阿森應該不會是 整顆草莓吃掉 我會把整塊吃掉 因為我不想吃甜的甜食 但是 如果說它的綜合起來 不會到很甜的話 那應該就 OK 好酷 因為 我也沒有吃過 雖然900多塊 就在一塊蛋糕來說阿 算是正常價格 但是因為畢竟它體積很小 所以900多塊 我就覺得 偏貴一點點 然後就看看 有點偏 偏貴一點點 很偏貴一點點 沒有 那100多塊阿 那100多塊阿 喔 好 它現在看我講解 吃完就可憐一刻講解了 嘿嘿 首先呢 它的蛋糕阿 那種海綿體喔 平常於魚那種 蜂蜜蛋糕 但是它是沒有蜂蜜味道 它非常的柔軟 再來就是它的奶油 它的奶油不像我們一般的那種 便宜的奶油啊 吃完的話你舌頭上面也會有一層那種 滑滑的那種感覺 對,它不會很幼滑滑的 它真的是很濃稠的那種鮮奶油的感覺 然後第二點 它的甜度啊,並不是來自於奶油 也不是來自於蛋糕 它的甜度是來自於 這半顆的草莓 因為它寫說古都華草莓 但是我目前啊 阿森吃過還蠻多草莓的 就是大顆便宜小顆 或者是說一顆很貴的那種大顆的 那種巨無霸彈草莓 但是都是酸的 可是它這個草莓是甜的 所以它大部分的甜味啊 是來自於這塊草莓喔 沒錯,就是這塊草莓 所以再吃一口好了 我甚至把那個草莓分開吃吃看 對 對,因為它草莓的香氣啊 非常非常的重 然後 嗯 蛋糕啊 沒有到很甜 沒有到很甜 然後 奶油啊 就是很濃稠 就說 如果說啊每天早上啊就是 吃 一盒熱蛋糕然後配配甜奶啊 我倒是覺得啊 這個性價比啊 一點都不高 那吃完了 因為啊 嗯 一盒大概900多塊 你大概一個早餐呢 就可以吃了1000多塊 這個CP值一定不高 但是偶爾啊 那吃一次啊是可以啊 你看 以這個啊 920塊來說 剛剛就吃了240 大概快吃了快230了 所以說這個CP值是不高 但是 如果想要嘗鮮的網友啊 我建議真的可以嘗鮮看看 因為 一塊蛋糕這麼大塊 的尺寸 900多塊 但是這麼小塊也是900多塊 但是它有沒有那個價值 就由各位網友來定國了 然後喜歡啊 阿森的影片啊 歡迎按讚訂閱片下 打開小鈴鐺 OK 那就是我們這一期 開箱的 英國的古都華 草莓蛋糕 OK 大家 欸 掰掰一下 掰掰